Adobe Illustrator 从1987年到现在 今年是第25周年了 在 Illustrator CS6 里面新增加了一个快速的 Pattern 图案的一个制作产生器 让我们很快速的可以做到无接缝的一个图案效果 但是怎么样应用在实际的设计稿呢 那如果各位是早期 Illustrator 使用者的话 应该还会记得 早期的牙靴的盒装设计是用一个维纳斯的诞生 再将名画来做概念 所以就在这25周年的时候 Adobe请了一个设计师 Sabine Reinhardt 来帮Adobe设计了一个很棒的25周年的一个插画 也善加了利用这个新的图案产生器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篇Adobe 请这位设计师设计的文章的话 就在Google里面打上这样的关键字就好了 Sabine Reinhardt Adobe 使用Google 搜寻 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Sabine Reinhardt的专访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维纳斯的诞生 不过它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 下面是亚确的25周年的纪念 但是在这边它用了大量的图案的制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怎么能做的呢 Sabine Reinhardt 这是它长相 这是它的工作室 一开始呢 它也是利用一个手绘的草稿 来说明这个空气啊 或者树啊 或者是地球啊 或者是水 这些元素 在这幅插画里面 它要表现出来的一个含义 然后就开始做细部的一些图案的设计 包括了树叶图案 还有25周年 然后慢慢它就开始填色 原来仍然是单色的设计了头发 开始利用这个图案产生器 制作出来之后 就可以填入在头发里面 做不规则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边它也有提到一些它的技巧 怎么样去制作一个无接缝的图案 但是又不要觉得 看起来是比较机械呆板的 最后它有提到 它还可以用这个 善加利用这个pattern 来做笔刷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来切到亚薛特 来打开这张图 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Sabin Reinhardt 它为Adobe做的一个设计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Outline 在检视下选到外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 刚刚看到很复杂的一个花纹 但实际上在Outline的状态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图形都是一个空白的设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右上角这一块 我们在另外一段影片里面 已经跟各位介绍过 如何去制作一个无接缝的图案 所以就是你先设计好 单纯的一个简单的叶子 以这个例子来讲 然后去选到物件下 选到图样设计 按制作就好了 但我们现在来看的是Sabin 它是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作 我们回到我们的预览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当我用直接选举工具 点选这一块的时候 这一块其实全部都是用到 这里面的这一个图案 然后呢 为了避免 它刚刚在文章里面 它说为了避免这个机械的一个设计感 所以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Outline的时候 它其实在这里面会有几个图案 但是在制作完之后 填完了图样的一个大块面面积之后 它才继续的在边缘 去做一些新的小的这些树叶 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下 所以就是这样的设计 让它既能够保有快速的一个底图背景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但是又可以做出一个 统一中有变化的一个花纹 OK 所以 这是Sabin它制作的完成品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就来可以来看一下 它有提到 它在这个 由于这个Pattern的一个制作产生器 非常好用 所以它玩得非常的开心 包括甚至像右边的这些树木的树干 它也是利用它原来设计的这些图样来做的 我们跑到下面一页来看一下 所以选择到 我们色票里面已经做好的图案 拖拉到一个空白的页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面上它就有这些 它之前已经做好了一个Pattern 跑到笔刷的一个面板 选择直接选取工具 选择其中一个花纹 拖拉到我们的笔刷面板里面 它就问你说 你要做哪一种类型的新增笔刷 我就选择Pattern Brush 图样笔刷 按确定 在这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设定 包括在转角的一个设定 在这边我们完全不用管它 我们就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确定之后 现在选到笔刷选取工具 选择到我们刚刚选择制作出来的笔刷 我就可以在画面上去拖拉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可以透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所以这是Subbin Reinhard的计法 那我们可以再回到网页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对它的作品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它的网站看一下 可以注意到 它由于它在最近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图案的设计 好比说像这个孔雀的尾巴 它的背景 或者像这个 As Time Goes By 有非常多种不同的风格 非常值得参考